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白色轿车车头严重变形 另一辆载送肉品的休旅车 还有一部机车遭到猛烈的撞击 现场东西四散一地 肇事的白车驾驶车祸发生后 坐在轿车驾驶座内不愿意下车 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的画面 不是不是 我说你脚没有爬住 我第一遍了 就这一段 不是 你脚没有爬住 站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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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两位跟两个 到底要不要跳过来说 你脚没有爬住 这起车祸发生在凌晨四点多 银色休旅车在百林桥下沉的路口 停等红灯 遭到后方白色轿车从后面撞击 还冲撞到路口的机车骑士 导致机车骑士受困在车底 警销后报道场救援 协助骑士脱困 但已经没有呼吸脉搏 送医后宣告不治 被撞的休旅车驾驶 送医后呈现昏迷状态 而肇事的白车驾驶 一度坐在车上自言自语 不配合下车 随后在警方强力介入下 才脱下车送医 曾起车祸 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轻重伤 以上就是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